一户人家租住房子六年 直到第五年的时候 才发现房东紧锁起来的西屋子里面 有一个水泥床 并且这西屋子倒也是很奇怪 三复天是又湿又热 让人最难以忍受的时候 这个西侧的小屋子里面 却是非常的阴凉 甚至在半夜屋子外面 三十多度的天气屋子里面 不盖上一张被子都还会觉得冷 然而就在这户人家 私自打开了房东 这紧锁的西屋子一年之后 就被房东无情地赶了出去 可也就是在当年 调查的警方发现 这阴冷的西屋子当中 这个水泥床的下面 曾经藏有五具尸体 更是牵出了一桩 曾经轰动全国的大案 1997年 来到山东济南物工的小崔 当时非常的苦恼 小崔他在山东打拼了多年 虽然已经娶妻结婚生子 但是一直没闯出个什么名堂 手头也并不宽裕 一直是他们一家子人租房子居住 当年小崔的他们租住的房子通知 马上就要涨房租 小崔和自家的这个房东商谈了几次 房东始终不为松口 无奈之下 小崔就得在当年房租到期之前 寻找下一个租房子的地方 山东济南 也算是在山东省内 一个不小的城市 似说当时是1997年 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里面的房租价格 也是逐渐的贵了起来 小崔找到了很多地方 有些不是房租 已经涨到贵到无法接受 还有的就是 已经位置都偏僻到附近的县城去了 小崔夫妻二人 包括孩子 都在济南城内上学上班 跑到县城去居住 显然往返之间不现实 就在小崔走投无路的时候 想到了自己在济南这座城市里 还认识一个老乡 这老乡名字叫做何东生 何东生当年在济南的一家银行里面 任职负责跑业务 据说现在混得很不错 小崔希望跟这个老乡 何东生打听打听他 有没有人脉 知道哪里有房子出租位置能不太远 最好能脱关系 得到一个相对实惠的价格 小崔联系上了何东生之后 就在电话里面讲起来了这个事情 这何东生没想到 对于自己这个老乡 那真的是很是热情 更是热心 得知小崔是 现在苦于找不到地方住 何东生就说起了 自己在济南城外郊区 有一个两居室的小房子 是何东生自己以前曾经住过的 后来条件好了 搬了家那房子就空起来了 如果小崔不嫌弃的话 那个房子可以给小崔他们一家人住 小崔看到自己这个老乡 这么的为人仗义 内心里非常的感动 但转念一想 也不知道对方要多少的房租 就感冒委婉地表示 自己当时经济条件很困难 手头没那么多钱 希望在房租问题上 何东生能够稍微照顾照顾 怎料这和东生大手一挥 直接表示 老乡你有困难 那咱可是不得不帮一把了 直接跟小崔表示 咱们今天就去看看这房子 如果你觉得能住 那么你就先住着房租的问题 等以后再说 一听到这话 小崔当时是极为感动 什么叫雪中送炭 一口一个大个的管 何东生叫着 当时心里感激的 就差给何东生 直接跪下磕个头了 几天之后 小崔带着一家人 搬到了何东生 提供的这个房子当中 搬家当天 何东生表示 你也看到了 这房子分东西两个屋子 西边那个屋子 何东生表示 用作了仓库存放了一些东西 需要锁起来 不能使用 小崔当时觉得 这房子也是很宽敞的 就算只有一间卧室能住 还有一个面积挺大的客厅 给他们一家人住 也是足够了 之后小崔一家 就在这间房子里面 一住下去 就是好几年 让小崔都没想到的是 这个何东生 还真的是个大哥 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何东生只是偶尔来 这间房子里面 创个门吃顿饭 对于房租的事情 可是只字不提 就让小崔他们一家子 在这间房子里面白住着 小崔后来 虽然通过努力 逐渐改善了家里的经济情况 但是毕竟 有着这间不要钱的房子 住的自然是 省钱一家人就没搬走 一直到了2002年 小崔他们一家 在这间房子里面 已经住了五个年头了 当年夏天 小崔的一个小侄子 来到了他们家玩 小侄子十五六岁的年纪 正值是又爱冒险 又好奇的年龄 小侄子跟小崔两个人 在屋子里面聊天聊着聊着 就谈到了他们家 这一直锁着的西屋子 这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呢 小崔一开始 还是很谨慎地说着 这西屋子 可是这房主人 何东生说的仓库 所以说 我不知道里面放点啥东西 但人家可是嘱咐了 不能打开 小外生说着 这西屋子这么多年 何东生都没进去过 里面能装着什么宝贝 怕不是里面装 这些破烂不想收拾吧 这两个人聊着聊着 都对这间西屋子的 好奇心更浓了 小崔想着 一般自己这个房东大哥合同生 只有在过年前后 才会来到家里面看看 现在就算把这屋子打开 看看里面什么情况 到时候在锁上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于是两个人一合计 就找来了几根铁棍钢筋 把这间西屋子给撬开了 一把这门撬开里面 一股凉风吹了出来 让小崔和小崔的外甥两个人 大吓天地打了个冷战 打开门之后 仔细一瞧 只有靠着窗户附近 地上修了一个 很特殊的水泥台子 四周都贴上了装饰性的木板 水泥台的上方 则是铺了一张红色的绒布 整间屋子还是水泥地面 除了灰尘大了一些 倒也没什么 小崔和外甥打量了几番 看着那个水泥台子的高度 还有横竖宽度 差不多就像是一张床 最开始还是以为 是北方的那种土炕 可是也没发现 哪里有能生活的地方 关键是 这个西翼屋子 在当时夏天里面 还有一种很自然的良气 小崔觉得这屋子 也没啥特殊的 干脆就收拾出来 当晚就让自己 这个小侄子住在里面 小侄子几天之后 该回自己家了 临走前说起了 那张水泥床所在的屋子 在这夏天 可是真的凉爽 唯一不太舒服的就是 那张水泥床 总是感觉后背顶得慌 小崔当时也没往心里去觉得 水泥床自然而然 肯定是要比木头平板床 还要硬一点 小孩子可能睡着不习惯 在小外甥走了之后 小崔一家人 也把这个西屋子 给利用起来了 多铺上了几层床垫子 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这个西屋子 温度要低那么几度 还会让小崔的老婆 带着孩子来这屋子住 别把这孩子给热坏了 就这么又住了一年多之后 小崔可接到了 房主何东生打来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何东生从电话里面的声音 可是相当的不善 何东生说着自己 已经发现了 小崔违反了当时的约定 擅自打开了这个西屋子 里面大骂 小崔不守约定 小崔当时还纳闷 这房东一年也不来一回 怎么知道自己把西屋子打开了 还没等小崔试图狡辩何东生 可就补充说到 自己这些年来往返外地跑业务 走的就是他们这间房子 旁边的高架桥 这最近一年 可是看到好几次西屋子那里 晚上有人点灯 这一句说的小崔无言以对 试图求情解释的时候 何东生态度极其坚决说 就给小崔三天时间 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 小崔虽说不知道对方 这声这么大气是为什么 但显然 自从这房子让他住的第一天 何东生就说了 西屋子他有用要锁起来 虽说里面没什么东西 但是小子心里也是觉得 是自己违反了当年的约定 对不起大哥再说 这房子让白住了六年多 这大哥做的也算人质易尽了 小崔带着一家人就这么搬走了 可就在小区搬走之后没多久 何东生突然在济南郊区的 另外一个地方 租了一个带院子的房子 房子虽是租下了何东生 也几乎不来居住 过了几个月 左邻右舍反映 这个带院子的房子 总是飘出来恶臭 这大院子房子的主人 也是无奈想联系何东生 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 无奈这个房东 只能选择报警 警察来到了现场 一闻到这味道 顿时直接紧张起来 因为在这方面 无比专业的警察人员 一下就闻出了 在院子里飘来的臭味 那就是人类遗体腐败 散发出来的尸臭 很快 警方就掉进来的人守在院子 找到了一个地方 从里面挖出来了五具遗体 而这五具遗体的状态相当之惨 他都已经被人分尸 从这遗体上取出的一些物品 经过警方一分析 竟然和多年前的一桩大案有关 原来 在这1996年 济南一家银行曾经发生了 有银行内鬼 私自从银行系统里面 转走了四百多万元 1996年的四百多万元 那可是一笔天价巨款 经过警方调查 很快锁定了当时五名犯案的人员内鬼 可是警方调查多年 却一直找不到这五个人的踪迹 如今这五个人 现在变成了五具遗体 还被人分尸 埋在这破院子的之中 然而由于房东在报警之后 又试着联系了一下何东生 这一次 何东生却直接的电话 这大院子的房东 就跟何东生说起来 因为臭味已经报了警 何东生直接跑路了 一直到了2009年 何东生才被捉拿归案 面对警方的审问 和东生交代出来的一切 这院子里埋着的五具尸体 就是1996年 从银行获取四百万元存款的五个人 而且何东生自己也是参与者之一 但由于从中做了些隐蔽 一直都没人发现他 本来他们六个人 拿着这四百万元钱 准备去投资 做点买卖炒炒股票 等到赚了钱 把这四百万元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可是眼高手低 四百万元钱用了没多久就被几个人折腾的 还不到二百万 眼看着银行惯例查账的日期就要到了 几个人不知道怎么填补窟窿 于是相约就到何东生居住的房子里 一起来商讨这件事 前来商讨的房子 恰恰就是何东生过去 让小崔免费住的那一间 几个人前来 本来是寻找办法的 商量来商量去 却是借酒交愁了起来 很快屋子里面 所有人都不胜酒地醉倒了 只有一个人除外 那就是何东生 何东生想着自己通过手续掩盖的极好 只要这五个人不说出来 自己就永远不会发现 那么要想让这五个人的嘴严丝合缝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死人他不会说话 何东生故意在酒桌上少喝了不少的酒 趁着这五个人都已经醉倒了之后 从另外一间屋子里拿出了一把大锤子 把这五个人各个脑壳开瓢 然后残忍的分尸 用大塑料袋包起来 扔到了房子中央 随后又找来了砖头和水泥 直接在这个屋子里 修了一间水泥床 把这五个人的尸体都藏在了里面 2017年 济南中级法院对何东生 以故意杀人罪 贪污罪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50万元